中國在06年簽署世衛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 不過5年過去了 下星期一來憑公約的期限就到 但禁煙承諾基本是失敗 全民吸衣卵沒有下降不僅 反而成年吸煙人口增加到超過3億 內地的吸引文化為何會這麼難改變得到呢? 駐北京記者宗志浩說說 在內地的食肆幾乎每張桌子的客人都煙不離手 這樣的情景十分常見 好事在這間酒樓 原本有劃分吸煙區和非吸煙區 不過吃煙的客人實在太多 四處都煙霧離蠻 根本就分不出哪一道是非吸煙區 經理說為了生意 從來都不會阻止客人吃煙 就一樣肯定想 對自身健康有影響肯定想嘛 但是沒辦法在這 像他這個家常菜的地方 一般都是很少規定說禁止抽煙的 客人會不自覺的 他不會說你不能抽煙就不讓他 就像我們這兒不讓自帶酒水一樣 他還是一樣的自帶是吧 不少民眾就直認在選擇 光顧哪一間食肆的時候 會先考慮是否容許吸煙 我們一般選上小飯店都讓抽煙 這些是我屬於個人愛好 也是我個人生活的一部分 記不了 如果餐廳要禁煙的話 那我就不到這家餐廳吃飯來了 世衛去年做的調查顯示 近九成的受訪的民眾 都有在食肆吸入二手煙 連醫院也不是每個省市都做到禁煙的 以北京市為例 實行部分公共場所禁煙以來 從來都沒有處罰過違規的人 到底有沒有可能禁煙的呢 中國在06年就簽署了 全世界衛生組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 承諾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在五年之內 做到身外公共場所 和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全面禁煙 不過這些承諾已經基本上宣告失敗 北京市衛生局不表推遲到2015年年底之前 實施室內全面禁煙 而部分省市更加未有定出任何時間表 全民吸煙率過去五年有增無感 為增報的數字顯示 內地煙民有超過3億人 即是差不多平均每10個成年人就有3個吃煙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15歲以下的青少年吸煙人口 而二手煙的受害者過去三年更加增加2億 超過5億人正受到二手煙的危害 阿珍電視最北京記者 宋志豪報道